中国呢,是最重视这个孝道的国家了 那么在中国呢,男女成家之后啊,就要互相称呼对方的父母为爸爸和妈妈 意思呢,也就是成为了一家人 那么作为一家人啊,自己这个长辈生病了呢 这小辈啊,岂有不去照顾的道理吗 现在独生子女很多,男人呢,又都是在外面去打拼的 正男主外女主内,公共生病了呀 这老公可能是没有多少时间回来照顾 那么作为儿媳的呢,就应该必须肩负起这个照顾公共的责任 这个呢,就是孝道要求,也是啊,人之常情的 如果说,这公共生病了,你没有去照顾公共 让婆婆一个人照顾,或者说是让公共一个人在医院里 那么公共出院以后呢,就会对你这个儿媳的印象啊,大打折扣的 甚至呢,这老公呢,也会因为这件事情啊,对你心存芥蒂 24岁的儿媳啊,每天给65岁的公公洗澡 那么听起来,好像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嗨,大家好,我是小胖妹 大家接下来呢,就听我仔细的讲一讲 看看啊,我的做法合理吗? 那么刷到这个视频的朋友呢,麻烦帮我长按点赞 助力一下视频,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 我叫方方,今年24岁了 我跟老公啊,是这个初中同学 我们俩呢,也都是同村的 当时两个人的家庭条件啊,都不是特别的优越 那个时候呢,因为是在农村嘛 这大多数的孩子啊,素质都不是特别高 这在学校里面,同学们呢,就会经常嘲笑那一些家庭贫困的人 还老是喜欢去捉弄我们 说一些让我们难以入听的这种话来刺激我们 而那个时候呢,老公也总是站出来保护我 替我出头,别人欺负我的时候呢 他也总是会冲上去帮助我,把别人给赶走 当年,当遇到高年级的同学时呢 他自然也是会吃亏的 因为啊,打不过别人,所以呢,就会经常受伤 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心疼他,也很感激他 后来我们的关系呢,就慢慢的 后来我们的关系啊,就特别好 也总是会相互关心,相互安慰 因为家庭条件的原因嘛,这父母的教育意识呢 也比较弱 所以我们还没有高中 所以我们在高中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呢 就已经辍学了 于是就选择出去了打工 因为年龄太小,没有办法走远 也只能说是在这种当地的县城里的那种餐厅里面 当那个服务员 当时老板看我们工作比较认真 也比较爱吃苦 这个年龄虽然小了 但是对我们呢,确实是很照顾的 他们啊,就自己出钱 让我和老公学一些技术 把我啊,把我老公呢 就送去学了厨师 而我呢,就学一些配菜什么的 如何去搭配这个特色菜 还有啊,就是基本,最基本的那种刀工 看着别人切菜呢,感觉是很简单 但是自己学起来,确实是有一些吃力的 那么刚开始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那是避免不了一些挫折的 后来我们就慢慢的用心嘛 但是最后啊,确实没有辜负这种老板 对我们的各种期望 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也是越来越稳定了 收入呢,也是烦了好几倍 这老板的餐厅生意自然好了呢 这每到年底的时候啊 就会给我们发一些福利 或者红包之类的 我们也是打心里的去感激他 他是啊,我们这人生中的一贵人 但我们呢,也就像亲人一样 因为从小这家庭条件都不好 所以啊,我们现在是很珍惜 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 比起其他人呢,是更要努力的 那么就这样,工作了两年多的时间 我们已经存了大概有20万块钱吧 这时间过得是非常快 这转眼呢,也就到了我们结婚的年龄了 当时我们现成的这个房价也不高 然后呢,我们就拿着这些钱去付首付 买了一套31厅的那种小居室吧 那么订好了结婚的日子呢 在老家也是邀请了很多的亲戚朋友 简单的就办了一场这个婚礼 就算是结婚了吧,因为老公的家境啊 我们是很清楚的嘛 所以这结婚的时候呢,彩礼什么的 我们都没有要 连这个婚纱照啊,都没有去拍 我老公也是一个很命苦的孩子 七岁的时候呢,母亲就已经去世了 他父亲一个人呢,是既当爹又当妈的 寒心如苦的呢,就把老公和他的两位姐姐 给拉扯长大了 那是特别的不容易 而且呢,我的老公也是为了能够 而且我的公公啊,也是能够为了给自己的孩子 带来更好的生活,各种奔波 为了能够更好的照顾几个孩子呢 也一直都没有去再婚 如今啊,都已经65岁了 还在为这个家去努力的付出 由于儿女呢,也都大了 这不需要自己啊,留在身边照顾了 这些年公公呢,就一直跟在这个村里的一个包工头 在外省的工地上面干活 给孩子们也减轻了一些负担 同时啊,也想自己努力多挣一点钱 将来不用子女们担心自己的这个养老的问题 那么眼看着日子比一天好起来了 大家呢,也都是想着更好的生活 会越来越美好的时候 却,这意外啊,却又一次的降临了 在这个原本就过得比较艰辛的家庭呢 前几年这公公啊,因为在工地上面干活的时候 就不小心从架子上面摔了下来 但是不幸的是呢,头先着地 后来经过这个医院的抢救呢 总算是把这个生命给保住了 但是啊,这公公的左半边胳膊和腿都是不能动的 那么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康复训练 也算是勉强的能坐上轮椅 但是活动什么的呀,还是比较生硬的 没有办法独自一个人去生活 当时我和老公结婚之后呢 我就说啊,要把他也接到城里面照顾 但是公公呢,他一直都不同意 他怕给我们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因为公公知道自己现在的这个状况是很不好的 很多事情呢,因为行动不方便 会给这个儿子和儿媳的生活呢,带来麻烦 那么住在一起时间久了呀 也是难免遭别人嫌弃的 自己都一大把年纪了 也不想让这个子女对自己胡来唤去的 所以呢,无论我怎么说 我这个公公啊,他都是不愿意跟我们住在一起的 我的两个大姑姐呢,也都是架在了这离家不远的村里 这骑电弄车呀,也就十几分钟的路程 平时他们两个人就轮流的给公公送饭 虽然他们两个人很孝顺 但是一方面啊,隔的还是有一些距离的 不但不太方便 那么另一方面呢,这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先顾好小家,也才能顾好大家 家里的孩子要管,还要种地 每天呢,都要去给公公送饭 这长时间的下去啊,这自己的老公或者婆婆 那是肯定会说三道四的嘛 所以很多事情呢,他们也是自己都左右不了的 也经常啊,为这种事情跟家里人闹矛盾 那么为了不耽误家里的事情 总是啊,匆匆的把这个饭菜送来就走 因为我平时呢,也得工作 所以我每隔一个月啊,就会去看望一下公公 每次去屋子里面,那是又脏又乱的 那整个屋子里的味道啊,是特别的难闻 而且床上呀,这潮气也特别重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看着这个环境啊,都会让人感觉到那种心里是很难受的 我当时也是体会到了我这个公公的不容易 虽然说是大姑姐每天都会回来给她送饭 但是呢,平时这屋子里的卫生呢 以及老人家的个人卫生 那大家呢,还是有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把它收拾好的 公公呢,还是需要一个专门的人去照顾她 但是,现在老公也不在家 这公公呢,又觉得跟我住一起,确实是不方便 而我呢,自己一个人啊,也带不走 于是啊,我就把这个屋子 屋里屋外的,都打扫的干干净净的 把公公的衣服和床单呢,都换洗了 那么最近几天,要用的东西啊,都准备好了 那么我才离开 回去的路上,我给老公打了一个电话 跟他说明了一下这个情况 以及我个人的想法 我告诉老公,等他请假回来休息的时候呢 再跟我一起来,把这个公公啊,接到我们家里 以后呢,就由我来照顾他 没想到后来,我在去看公公的时候呢 打开屋子啊,眼前看到的一幕 真的是让我感到特别的心酸 公公呢,应该是想上厕所 但是,公公啊,应该是想上厕所 但是呢,他的一只手颤抖着呀 就把床上给弄脏了 这身上床上呢,全部都是的 这浑身呢,臭红红的 那么看到这种情况呀 我就想问公公,这是怎么回事啊 当我一开口说话的时候呢 这公公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 大哭了起来 他跟我说呀,他平时呢,就是这样上厕所的 这两个大姑姐呢,每天回来送完饭啊 就要赶着回去干农活了 他呢,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们为难 就想着自己去解决一下 但是没想到啊,这老了是真的没有用了 让你看到这个场景呢 我感觉也是很丢人的 听公公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的眼泪呢,就止不住的流了下来 人家都说呀,这老小孩 这老人年龄大了呢 什么事情啊,都像一个孩子一样 是需要人去精心照顾的 而且呢,我知道这公公啊 也不想这样 只是呢,他现在确实是身不由己 也是完全没有办法的 我呢,就跟他说呀 我说,爸,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你要不你今天啊 就跟我一起去城里吧 跟我们住在一起,你的生活起居呢 以后啊,都有我来照顾你 这样呢,你也会更方便一些 而且呢,我们也放心一点 可是公公却说呀 我一个老头让这儿媳妇照顾我 怎么能行呢 这说出去,肯定还会让别人笑话呢 当时我就说,爸,你看 你也辛苦了这大半辈子啊 养个儿子不就是给你养老的吗 那么作为子女的伺候你呢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人们常说啊 你养我小,我养你老 这嘴巴呢,是长在别人的身上 别人怎么说,那都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 但是啊,他们想要享受这个福 那可能还没有人伺候呢 我说完这个话 就咕咕哭的啊,更是伤心了 他说啊,确实发自泪心里呢 确实是对不起他的三个孩子了 自己的孩子呢,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然而这个时候呢,然而自己还偏偏在这个时候呢 要给孩子们添乱 这老了啊,就是不中用 还需要人去照顾 还要让这儿媳妇给伺候 真的是有罪呀 那么说着,说着呢 那么说着就是更是啊,眼面痛哭了起来 当时我也是劝了公公很长时间 他呢,也才慢慢的平复了一下心情 然后呢,我就强制的给他擦洗了一下这个身子 带着他去买了两身干净的衣服 直接呢,就把他接到了我们家 我呢,也并没有感觉到这很尴尬 只是公公觉得啊,他是一个人 只是觉得公公一个人呢,真的是比较辛苦的 年轻的时候呢,也是风里来雨里去的铁汉子 那么现在却成了这一副模样 让人是感到很憋屈 我呢,也不在乎这别人的看法 也只是希望能尽一份这种孝心吧 尽可能的让老人过得舒心一些 安静,健康一点 这样呢,也能让我的老公啊 在外面放心的工作 后来呀,我给老公 我给公公洗澡的事情呢 就慢慢的给传开了 大家对我的做法呢 那是有好也有坏 有的人说我啊,这样做 是为了给两个大姑子姐的难堪 人家作为女儿的都没有做 而我这样做呢,也就是想 显得我比较孝顺罢了 也有人说呀,我是不讲这个论理道德 男女瘦瘦不轻呢 就算是再心疼 也不应该说是去给公公洗澡 不过更多人 更多的人知道呢 这原因以后呢 还是对我纷纷的称赞 说我呢,那就是一个好儿媳 一般呢,是很少见的 这儿媳给老人这么好 这儿媳对老人这么好 大家呢,都是很羡慕的 不过别人说我不好的话呢 我也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因为只有我知道啊 这公公瘫痪了 没有人照顾呢 那肯定是不行的 把公公当成自己的亲生父亲 那就可以了 很多家庭是没有儿子的 那以后自己的父亲老了 作为女儿的 也不是要必须去照顾的吗 不可能说是因为害羞 或者说是不照顾自己的父亲吧 那显得就是太现实了 我老公要挣钱养家 肯定是无法尽孝的 所以呢,只能说是我这个做儿媳的呢 替我老公去尽孝 也是应该的呀 至少我都不知道 还能再伺候这公公多少年 如果说剩下的这几年里 我不能好好的照顾公公 那么公公的晚年生活呢 那将是多么的悲凉 我的良心呢 肯定也是过意不去的 而且啊 我也会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老公 所以呢 只要这公公还在的每一天呢 我也愿意啊 替我老公去照顾他一天 哪怕别人指着鼻子骂我呢 我也会觉得无所谓 只要能够帮我老公尽孝 我感觉那都是心满意足了 今天呢 我也有勇气啊 把这件事情发到网上 跟这个大家听一听 大家有没有支持我这样做的呢 你们觉得呀 24岁的我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对吗 衡量一个儿媳的好和不好呢 确实有很多的标杆 那么孝心呢 是最重要的一条标杆 这长辈啊 不会祈求自己的媳妇 是多么能干的人 影响力有多大 只求这个贤惠就行了 能让自己的儿子呢 好好的奋斗 和自己为 能让自己的儿子 好好的奋斗 为自己的儿子啊 逢有解难 那也可以 如果说 你连最基本的 这个孝敬公婆啊 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又怎么能让自己的儿子 放心的去工作 去奋斗呢 大家听了对此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呢 欢迎你们在视频下方的 评论区里留言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记得帮我长按点赞 关注一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呀 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期待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